第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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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人呢 是在迪士尔组 哇哦 哇哦 他在第一次摸底考核的时候 不是很有安全感 常常做动作的时候 肩膀都缩着 我就是想说每天上课之前 还是要练基本功 我觉得你的力量 要提升一下 然后 有心可以放松一点点 在今天的舞台上 他进步非常大 我们五位一致觉得他 非常的突出 目光离不开他 第三个线索 我以为你要公布 还要踩一下 推理游戏 他还推理呢 这基本上 这基本上 让我装一下 先说人多 对我想这一组 能够拿到冠军 他应该功不可没 他就是 黄军兴 黄军兴 好开心 对 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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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也是选一个人吗 选一个人 呃 那好 我就选我一个 就是 在这个舞社 第一天就认识 然后照顾我很多的朋友 Maggy 你在哪 对 对 谢谢苏社长 他照顾了你什么 我看到的都是你很照顾别人 因为我刚来我电话卡都没用 然后又打不到D 然后就是人生可以生活的东西 都没有 好惨 然后去上课也找不到地方 然后去外面有没有WiFi 就好像不知道好像没小没九 我是翻译 天生助理 就翻译然后就帮我很多很照顾 太好了 给你一朵小红花 谢谢 哇 最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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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火锅只有三个人 我觉得吃得不太痛快 我想多邀请一些人 我入行之前 就打了十四份工 十四份工 哇 因为就不想问家人哪 那个零用钱 然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做指甲 或者在街上派传单 然后做助理 做咖啡店 做厨师 就好像那些不一样的工作 也会让我就学到很多东西 嗯 打打工挺好的 我都是打到那个做私营的时候 就认识了我老公 哇 然后那一天看到他 我就 就是要不要做这样 然后他就 然后 哎 瞬间被迷住 然后我跟经理说说 外面那男是很帅的 哈哈哈哈 哈哈 然后他说 哦 他是我朋友 然后我就整个脸红了 我就跑去厕所很脸红 哈哈哈哈 然后他进来 他有问你就是问你的东西 哇哦 好甜啊 然后出去点菜 然后我说你想喝什么 他说我想喝 莫卡比较甜的东西 然后我又啊 想到我们以后再吃甜点的 哈哈哈哈 然后那天就去到那个厨房 就叫那个海金 出去我这杯咖啡是我做的 啊 就这样就一辈子都被我拿住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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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也可以打打工 哎 好吧那我要去打工了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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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